高雄是依照抵抗自治法,管線管理自治條例,我們市政會議通過要在市民會公開討論,得到不分黨派的議員,強力的支持。 高雄市的依垮行事,高雄市政府有責任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。 從去年氣暴發生到現在,然後這兩天,中油在高雄又是鼻息外泄,然後又是有非常嚴重的公安事件。 是高雄市民的生命財產的部門,但我會覺得說今天高雄是依法行政,依法法。 我不知道這有什麼迴切,所以我會希望整個毛院長能夠站在高雄市民的立場。 如果今天國家法律規範過明確,導致高雄市民嚴重的權利生命財產的損失。 我會覺得說今天站在國家的立場,是要把這個法制化明確化。 協助高雄市讓這個城市更安全。 我不是說今天一聽話,說高雄市,我們在一個轉線的管理上,它這麼迴切。我認為沒有迴切的人。 我不是說今天,說不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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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